折到逼风娱乐学女明星这件事情 沈腾绝对是专业的 在极星表演中凭借一己之力斗笑全场 连老喜剧人吴俊儒都接不上他的招 还真是招招致命啊 节目上沈腾搞事情的DNA动了 当着杨幂的面就开始模仿他的成名座 甚至损起关小彤来也不依不饶 果然是武智冲浪的沈叔叔呀 就连起床方式都是这么不识人间烟火 知道你们为什么起不来床了吗 因为你们不会一夜之间 捅饰两百亿男神宝座 但逼风沈腾只需要一个才少分 一七句呢 一七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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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哑了 别哑了 什么力吧 对 你听听听说 看我的力 你这个野马 你为什么要赢床 你为什么不退下 这啥玩意儿呢 或许他是觉得自己的侧脸更帅吧